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雁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沐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陈明仁 那么这一集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陈明仁率领七十一军 参加的第二次四平作战 1946年4月22日之后 熊主辉命令梁花胜 前进指挥新一军七十一军 由开远沈阳法库向四平进攻 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 在四平以南地区 实施运动防御 4月7日 新一军新三十八师 在兴隆泉柳条沟一线 就钻进了新四军三十八旅 十旅独立旅 和山东第一师的伏击圈 损失了八百多人 这就是兴隆泉战斗 同样在4月7日这一天 新一军的五十师 在进攻长宝的时候 也遭到了新四军三师 十九团的猛烈反击 一天之内 伤亡了四百多人 新一军在昌突县以北进攻无望 所以梁花盛要求东北行员增援 被熊仁辉撤换的郑冬国担任前进指挥 郑冬国4月10日 到了开元县的前进指挥所 请求调来了五十二军 要求五十 把前进指挥所由昌突 推进到了双庙子 他进行了以下的部署 新一军继续沿着中长铁路 进攻四平 陈平仁的七十一军欠八二八师 进攻八面城和老四平 五十二军要求五十作为预备队 在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之间前进 随时准备策掩这两个军 4月15日 陈平仁的七十一军 在四平外围吃了一个大亏 这就是金山堡战斗 也叫做大蛙战斗 金山堡位于昌突西北部 四平八面城以西 这一带村落密布 沟渠纵横 树林茂密 十分有利于东北民主联军 部队隐蔽和出击 林彪对金山堡地区进行了实力勘察之后 4月14日 命令医师良心初步 禁止金山堡东 萝卜沟五间房地区 七纵五十五团 五十七团 五十八团 进至金山堡北 上下孤殿地区 十旅刘振部 进至双山地区 八旅张田云部 进至到金山堡乙西 达字窝棚 小窝棚地区 独立旅三团 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 进至到河家窝棚地区 那么林彪就部署了一个 长15到20华里 宽8到10华里的间地区 山东二师罗华生部 转移到四平南 莲花炮地区 阻击新一军三十八师 北进和可能队 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的增援 并且与七旅 彭明志部 配合牵制四平正面之敌 15日傅小前 部队全部进入阵地 处于战备状态 东总决定 一旦国军进入到伏击圈 七栋三个团 由大蛙南上下孤殿 沿着公路 从正面向五家的出击 而后进攻金山堡 以一部分的兵力 向金山堡以东 张家窝捧进攻 一师由萝卜沟西 进攻秦家窝捧 可里窝捧 而后向金山堡以南迂回 由侧后 超入纵身 完成分割任务 八旅由达子窝捧 向金山堡进攻 各部都把矛头指向金山堡 梁碧叶曾经回忆林彪 在作战之前最后时刻 所进行了调整 他说 原定是一团和二团 并肩突破 可是快打响了 林彪说不行 重新调整 两个团摆在一起 T4配位 前边摆一个营 后边摆两个营 再后边还是 前边突破一段 后边接着上去攻击 每支部队都是胜利军 这样很快就可以突破 国军的防线 4月15日下午三十曲 国军兵力分三路 进入到东北民主联军的包围圈 开始和各路的围歼部队接触 当国军八十七师 全部进入到包围圈之后 东北科尔联军独立屡三团 和十屡七十团 趁其立足未稳 迅速的插向敌后 占领了团山的高地 截断了八十七师的退路 以及他与九十一师的联系 使其成为瓮中之鳖 八十七师各路部队 在东北民主联军猛烈的火力威胁下 整势人马归缩在 以金山堡为中心的张家窝棚 前后达子等十几个村庄里 形成了突围出不去 球员路由被劫 只有挨打送命的败局 国军市长黄炎 在金山堡 胡港秦家摆成了指挥部 妄图垂死挣扎 四月十五日下午十七时 东北民主联军各路攻坚部队 在东总统一号令下 向国军八十七师发起了总攻 七纵以五十五团 五十八团分两路 向五家子张家窝棚进攻 一是以一团在右 二团在左 并肩向秦家窝棚南北地段 实施了突击 进攻中正面以两个营的兵力 实施突击 主力于两侧向敌人后方迂回 由于迂回和突击部队 在战斗动作上能够协调一致 因此迅速攻占了金家窝棚 歼灭了守军 而后又以原战斗队形 继续向可怜窝棚展开了进攻 国军被压缩在几个村落里 虽然挣扎了抵抗 但是东北抗上联军一团二团 突入可怜窝棚之后 与国军展开了逐月二的争夺战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 将守军歼灭 金山堡以北 张家窝棚 四河腿 五家子等村落 也同时被七宗占领 而后 东北抗上联军一师 按照原指定方向进攻 穿插分割国军 向纵身扩大战果 一二团再次并肩 突至金山堡南端攻入两侧 贯穿了国军全部的纵身 将国军分割为两北两段 一团集中力量 沿着公路向北发展 从侧背向金山堡突击 三营八连 以快速的动作突进到村内 而二团则集中力量 向公路以南进行分割包围 独立旅三团 从团山子向金山堡国军迂回攻击 十旅也从东南双山地区 向国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逼迫着国军 向金山堡中心地带靠拢 八旅在达子窝棚以北 和国军激战之后 推进到了金山堡 这时候战斗 已经进行到了大半叶 国军八二七师市长黄炎 十分的恐惧 向东北行政长官司令 杜宇明请求增援 杜宇明回电指示 坚持到天明 同时电告南京 派飞机增援 然而东北民主联军 根本就没有允许八二七师坚持到天明 各个部队对国军最后的防御阵地 发起了总攻 在东北民主联军猛烈的攻击下 国军动摇 东北康尔联军紧追不放 在金山堡东南的挖地 对国军展开了围歼 国军纷纷缴械投降 4月16日 离命之前 国军八二七师市长黄炎 率领着残步 沿着公务南逃 东北民主联军以一步进行追击 又歼灭了国军一步 东北民主联军一师 在莲花炮地区 板墙的阻击 北范之敌 割断了国军三二八师 对八二七师的增援 战斗于4月16日6时胜利结束 击毙国军八二七师副师长以下官兵 2469名 俘虏2000多名 缴获汽车30多辆 和大批的武器弹药 金山堡战斗揭开了第二次四平保卫战的序幕 同时金山堡战斗 也是陈明仁率领的七日一军 在东北战场上第一次比较大的损失 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那么兴奉拳战斗和金山堡战斗 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胜利 这极大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士气 也增强了东北民主联军 守住四平的信心 可是国军这边 经过这两次战斗之后 对东北民主联军的实力 重新进行了评估 因此新一军和七日一军完全靠拢 逼近四平 对着使得东北民主联军 没有了在运动中坚决的机会 只好把主力转移到了四平一北 作为机动力量 交战双方就进入到 以阵地战为主的城市攻防阶段 这种形式对于东北民主联军来说 是不利的 4月17日正式开始了四平保卫战 4月18日 国军西医军向四平西南和南郊的海方屯 波罗林子 南北压炮湖 西北郊的三道林子等阵地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 只能打阵地防御战 没办法发挥运动战的优势 刚开始国军也没有想到 东北民主联军会坚守四平 所以逐次的添加兵力进攻 进攻效率并没有达到最高 4月20日 国防部长白宗喜抵达了四平前线 他观看了战场局势 明白东北民主联军是想坚守 所以就集中了各方向的部队 迂回围攻四平 4月24日 新一军新三二八师 加强了炮奔火力 东北民主联军的阵地上 一天落下了三千多发大口径的炮弹 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 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 坚守四平的决心 4月28日 中共中央发电报 要求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5月1日 中共中央电视林彪 电文中称 蒋介石已经拒绝了马歇尔民盟 和我党三方面同意的停战方案 坚持要打到长春 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 本西两处 坚持奋战 将两处的完军打得精疲力竭 消耗其兵力 挫折其锐气 那时便可能 求得有利于我方的和平 历届清理 美战必须集结权力 打第一点 以期必胜 蒋介石通过军调部 也提出了东北停战和平条件 他的条件是 哈尔滨共管 长春沈阳归国府 杜与明认为 先解决了本西 才能够全力北攻四平 所以他命令新道的六十军 接替五十二军 守护锦州到安山海城的交通线 集中了新六军 七日一军八二八师 等五个师的兵力 在1946年4月28日 第三次进攻本西 并且占领了本西 随即他命令五十二军 作为预备队 调四平前线 新六军北上 而陈明仁的七日一军 也整补完毕 随着战役形势的发展 林彪判断 杜与明有可能 把新六军 从本西的前线调来 暂时放弃 对南满的进攻 所以决定把三纵 从南满调到开远 长途侧翼 阻击新六军北上 参加解放长春的 杨国夫的第七师 开赴公主岭四平 在北满大后方 剿匪的三五九旅 开四平 万一七纵守塔子山 山东七师和新四军七旅 守三道林子北山 山东一师二师 和新四军三师其他部队 在四平以西对付陈明仁的七日一军 5月15日 国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发起了总攻 右路是新六军军长廖湘 指挥新六军十四师二十二师 和七日一军八二八师 五十二军一九五师 向着四平以东进攻 那么在莲花街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截击 但是新六军发挥了摩托化的优势 以小部队和民主联军交着 大部队乘坐着六百辆卡车北进 突破了三纵的防线 进入到四平的东侧 相继占领了西风县城和四枚铁路上的平衡车站 随后西进在5月17日18时 占领了哈佛车站火施领 从而与中路的五十师联手猛攻四平的制高点 海拔四百米的塔子山 廖湘率领了精锐新六军 向东迂回攻击四平 六十五团在维元堡打垮了东北民主联军三宗的主力 连连攻破阻挡的守军 占领了重要的高地塔子山 中路是新一军三个师正面攻击 但是仅有五十师在进攻二五八高地的时候有所进展 陈门仁的七十一军 八十七师九十一师两师是作为左路 向四平以西攻击 威胁侧翼 不过数次进攻军无进展 六十军的一八二师担任四平以南的呼噜任务 在整个的进攻中 以廖阿湘的新六军进攻最为得力 也是进展最大 五月十七日发掘态势不利的林彪向党中央发电 要求全线撤退 并且下令塔子山尽可能的再支持一天 当天晚上林彪得知哈佛车站失守之后 下令塔子山的守军最少明天再顶半天 不惜一切其声 同时林彪已经开始草拟发给全军指战员的关于四平撤退的统领 林彪果断决定 山东七师于三道林子北山 新四军七旅于四平东南高地 掩护东北民主联军全线撤退 五月十八日 迟迟得不到毛泽东撤军指令的林彪 向党中央再发电报 电门中称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稳攻 呈东北主要阵地失守 无法挽回 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 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林彪相当于是发出了电报 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 自行下令撤军 不过第二天 毛泽东补发了同意撤退的电报 就这样 东北民主联军在五月十八日晚 撤出了四平前线阵地 5月19日 国军进入到四平市区 经过32个日夜的四平保卫战结束 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数据 四平保卫战历时三日一天 歼灭了国军一万七千多人 其中新一军损失六千多人 七日一军八二七师大步被歼 九十一师四个营被打垮 五十二军一九六师 伤亡三分之一以上 东北民主联军总伤亡1.5万人 其中西满四个旅 以及地方部队伤亡七千左右 新四军三师 第七 第十旅 连排干部换了三次 部分的营级干部换了三次 四平撤手之后 5月19日 毛泽东电视 要求东北局和林彪 立即布置保卫长春 电文中称 长春卫戍部队 应立即开始布置首冲作战 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 不靠主力援助 而我主力 则在敌人两侧 及远后方行动 龙永桓报病 在5月19日赶到了 翻家屯 参加了东北局 翻家屯会议 龙永桓在会上明确的表态 不赞成守长春 他说 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 不利于防守 防线又宽 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 如果守长春 敌人从梅河口沿着凤吉县 插到吉林市 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来 不但长春守不住 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 赞成撤出长春 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那彭真 林彪 周宝忠 萧敬光等 与会的东北局领导人 听取了龙永桓的意见之后 一致同意撤出长春 会后 林彪继续留在翻家屯 指挥部队撤退 龙永桓彭真等回到了长春 组织北方局机关 由铁路退往哈尔滨 而毛泽东并不同意 东北局退往哈尔滨 还按照原来守长春的想法 来给东北局下来任务 5月23日 毛泽东发电报 命令彭真 林彪 要东北局守入长春和宫主岭 电文中说 一 望坚守龙主岭 二 如龙主岭不能守 则应坚守长春 以待谈判 三 立即部署 龙主岭及长春的守备 四 我们正在南京谈判 让出长春 交换别的有利条件 但必须守住长春 方力谈判 否则不利 但此时东北局 不守长春 直退哈尔滨 已经付诸行动 林彪和彭真 在当日分别给毛泽东回电 如实汇报了实际情况 电文中 林彪称 我军自四平防线撤出之后 连日一面抗击敌人 一面进行转移 白天受敌敌的轰炸 行军多在夜间 部队极其疲惫 被敌人切断 调队甚多 目前无法组织兵力 进行战斗 已任各部如遇敌时 则向敌进路的侧面转移 避免单独决战 现具体敌情 及各部的具体情况 均无法得知 我电台正在转移中 而彭真在回电中称 长春方面 幅允广大 周围地势平坦 我兵力不足 不可能顾手 为避免被迫作战 我们决定撤出长春 我们昨夜退出 现一抵哈尔滨 林仍率主力 在前线指挥 那在国军的角色层 在东北视察的参谋总长白崇喜 代表蒋介石的意见提出 只要打下四平 与共产党的谈判 就有了面子 不必在北进长春 而杜玉明坚持要打长春 认为夺取四平之后 如果不乘势前进 必将前攻进气 因为共军的扩充非常迅速 国军却不能够尽量的补充 现在停战是对共军有利 还认为攻占长春等地有把握 最终杜玉明劝说白崇喜 同意了按照原计划继续打下去 而白崇喜本人则飞往南京 向蒋介石请示 东北民主联军在撤退中 大量出现了逃兵 其中还出现了作战科长王继芳 携带大批文件投奔国军 向国军泄露了 东北抗扰联军的实际情况 这就使得杜玉明 一改以往谨慎用兵的做法 现在决心调动其精锐部队 以机械化为先导 分兵狂追北撤的东北民主联军 甚至企图将民主联军 截留在松花江南岸家里歼灭 右路国军52军一步 在5月21日占领了辽元市 同一天国军也占领了公主岭 5月22日占领了范家屯 5月23日占领了长春 海龙 德惠 农安 此后又沿着长崎铁路 占领了九台永吉 828市一步沿着松花江 直扑小丰满发电站 一举占领了长春吉林以下 70多个城镇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撤退的局势 非常严峻 龙若环回忆说 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的时候 思想非常混乱 全军手足无措 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非常严重 个人搞个人的 个人抓个人的 有些同志把新招边来的 围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 看成是自己的 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 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 但是很不巩固 敌人一进攻 散的散 叛变的叛变 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黄克诚5月24日 在给党中央制电的时候报告 电文中称 从我所了解的东北部队部分情况 及地方情况 和我对今后作战意见略报如下 一 从三月下旬 国民党进攻期到长春撤退 我军除南满外 总伤亡1.5万人 仅西满四个旅 第一部分地方部队 伤亡就达到了7000人左右 七 十旅 连排干部 大部换了三次 部分营级干部换了三次 团级干部伤亡尚小 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 不经整训 以难作战 二 部队从四平撤退 上了计划 长春撤退 则已有些混乱 起码四个旅 一个旅到北满 一个旅到东满 两个旅到西满 其他各部情况不明 部队非常的疲劳 有些战士撤退的时候走不动 不愿跟着走 干部因为长期支持 都显得非常倦怠 三 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 特别是营以下的干部 一般有很大的厌战情绪 上运后不愿归队 比较好的 则要求到地方工作 坏的很多逃跑 做生意 做手工 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 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 主要是由于后方工作太差 但干部在长春撤退前逃跑尚少 在战场上一般军积极勇敢 四 地方工作在西满只有法库 康平 昌土 通了 这几线比较普遍的有初步基础 其他各县除县城之外 乡村中有些则有了点工作 有些则完全没有工作 突围问题尚未解决 长 哈 齐 占了之后 西满散匪打五万以上 近角很难消灭 因为集中兵力在四平也没有脚多的部队进脚 地方武装有部分尚不巩固 地方工作进展缓慢 是由于时间短干部少土匪多 以及干部练着城市不愿意下乡 工作作风也有毛病 分配土地的农民情绪很高 但是提的较迟 一时间难以普遍的开展 故从西满说 我们尚无广泛的有组织的群政基础 五 整个军队和地方干部 除了一部先进者外 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 从承得来的干部 几乎没有愿意在乡村工作者 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 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 做后方工作 做地方工作 一般战士的艰苦精神 比之内战和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的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 应以消灭敌人为主 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 采取主动的奸敌 而目前争取一个时间来整理部队 恢复疲劳 提高士气 缴清土匪 发动乡村群众为最有力 带敌人分散后作战 即使失掉一些城市 这样做也比较稳妥 从黄克城的这段电文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当时的普遍现象 抗战胜利之后 全国的军民实际上是厌战 渴望和平 这不仅仅是在国民党的国统区 国军部队 在共产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统治的地区 也是同样的情况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 如何正确的理解作战的意义 保证部队旺盛的士气 这是国共双方共同的问题 那么中国共产党 在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优势 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将领和正宫将领 他们首先做到的就是政治问题 发现问题 这在黄克城的这篇电文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黄克城的这篇电文中 我们看到 他对于部队中的这些问题 并没有讳言 也没有对于向党中央汇报这些问题 有任何的顾虑 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 对国民党的优势所在 上级下级之间 可以做到客观公正的反应问题 发现问题 这样才能进而的去解决问题 正是有这样的组织气氛 和组织氛围 才使得中国共产党 保持了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最终战胜了国民党 建立了新中国 5月26日 东北局向党中央 汇报了民主联军的情况 并且请示今后的作战方针 电文中称 东北我军经长期的苦战 主力身为疲惫 敌一战四平至长春县 及郑家屯西安至海龙县 我西满北满身为空虚 同时东西北满的土匪尚未较轻 现今又称虚而起 现敌人向我军前进 我甚难做有力的抵抗 今后的作战方针 请中央指示 5月27日 毛泽东赴典东北局 电文称 目前军事方针 处以移步 与敌保持接触 即扰乱及破路外 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 脱离并远离敌人 争取时间 修正补充 外交方针已告诉恩来 我方让步至长春 双方不驻兵为止 此外 一概不能再让 没讲要打 由他们打去 要占地 让他们占去 我方绝不承认 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 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 我党必须准备 长期的斗争 最后总是要胜利 5月29日 林彪在给 吉尔军区领导人 周 林 陈 并曹的电报中说 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 及一门榴弹炮 共500多人 其中大部分 为革命的韩国人 另有十余日本人 因没有接到你们撤退的命令 在吉林附近 被敌人的机械化步兵追上 全部被俘 此为我军进入东北 唯一的被奸的事实 5月30日 林彪致电东北局指出 我在吉林附近 杜江部队 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切断 有四个团 没有杜江过来 该四部无电台 无地图 无群众的引入报信 并在土匪的扰乱下 将遇到很多的困难 而且杜江之驻部队 建制也不完全 逃亡和疲惫的现象极为严重 5月31日 黄克城在给党中央 发电汇报 电门中称 毛主席 东北的情况很混乱 很难阻止敌人 占据齐吉哈尔和哈尔滨 假使退出哈齐 能够取得和平停战 则坚决退出 求得停战 来整理内部 以求在一起 时机紧急 请考虑 6月1日 彭真 龙如环 高岗 至饶 武 叶州 并中央的电报中说 我军自四平 撤至宫竹林附近的时候 敌人以多路平行动队 各付汽车坦克 向我追击 其受我抵抗之路 则停止 而他路 则进行包围 飞机进行放肆的轰炸 故被割断我部队 甚多 至今尚存 数团 数个营 数个连 落在敌人后方 尚不知去向 6月1日 林彪在给中央 周章 谭的电报中说 准备游击 放弃哈尔滨 6月2日 东北局 在给中央 并临的电报中说 我已准备退出哈尔滨 6月2日 林彪再一次 致电给东北局指出 被敌人隔断 尚未找到的部队 梁兴初缺一个团 罗华生缺一个营 万亿缺四个营 万亿部的检员最大 有的团 只剩下半数 林彪撤退到输栏之后 因为救病复发 病倒 那么中共在东北 也做出了局部反击 5月底 安海战役中 六十军 184师 2700多人 在海城起义 6月初 东北民主联军 在拉法 侵占战斗中 获胜 这才阻止了 国军 深入沿边的势头 在上面 党中央 东北局 和林彪的 后发电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形势 非常的糟糕 急需 喘息 和整补的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 国军的策略 也发生了改变 因为受到政治的影响 国军开始专注 城市和交通线的占领 忽略歼灭 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 同时呢 国民政府 应马切尔的强烈要求 蒋介石 极有争议的 下达了 六月停战令 停止追击 这就改变了 东北战场中 国共双方 军队的命运 六月 国共双方在南京的谈判 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六月下旬 国共双方的重点 又转移到了中原战场 一直到十月中旬 东北双方 一直没有大的战事 我们下站了点火 了点火 都要